中国女篮最强超级惊天一战 正式宣告领袖换人 李梦 李月如都不如她 姚明场边 欣慰鼓掌 中国女篮在本次的巴黎奥运会 女篮资格赛第一战 暴打法国队整整47分之多 这个表现非常精彩 而与此同时 有一位球员也用她的发挥 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明了 现在这只女篮已经彻底完成了 更新换代 他们的领袖也毫无疑问 是一个新球员 到目前为止 年仅24岁的女周旗韩旭 全场韩旭就打了17分钟 九投九中 狂轰21分六篮板四个盖帽 可以说是有进攻有防守 表现的属实太精彩了 不光是说进攻能力枪 韩旭的防守也是非常亮眼 本场新西兰队站在韩旭面前 没有打成哪怕一次进攻 你没有清楚啊 新西兰队在韩旭面前的所有进攻 全部都投丢了 这就是韩旭的进攻能力 这就是韩旭的防守能力 而他的进攻能力呢 那就可以说是杜兰特加强版 九投九中一个没丢过 上来两个三分 把新西兰队就打绝望了 你说你身高是全场最高 2米12 然后你还能远投 那我怎么防呢 后面的内线强攻也是一个不丢 他的进攻可以说是比李孟要更稳 比李月鲁又更狠 本场李月鲁效率有点低 可能是因为刚从土耳其回来 时差没早过来 十五中六 李孟呢是拿到了十四分 但是韩旭这个进攻 那确实是中国女兰最凶狠的一把武器了 再加上之前在赛前 有不少媒体当时找女兰代表人物 去拍这个宣传照 甚至于人物杂志选封面的时候 代表中国女兰的也是韩旭 这就已经证明了很多东西 就是女兰的这个领袖 最终还是韩旭 而并不是李孟或者是李月鲁 女兰的核心球员也换人了 当然韩旭对得起 她所拥有的这个地位 毕竟2023年一年时间 她是中国女兰最大的一个老模 也是为女兰拿到荣誉最多的运动员 一年里五个冠军 连打运会她都回来打了 同时也打脸了那些WNBA的教练 和美国的那些看不起她的 可以说是一些女兰的运动员们 都觉得她在WNBA上不了轮换 可是人家现在这个表现 难道不是世界最强中锋的实力吗 你凭什么不给韩旭机会